一台藍色轎车高速行驶在公路上 接著从内侧车道超车开往中线车道 疑似车速过快 直接撞上前面小货车 货车翻了一圈撞上内侧护栏 轎车则是弹飞到机车道上 往前滑了近百公尺才停了下来 就是女生在帮她做CPR 肖市女子第一时间冲到货车旁 赶紧帮驾驶实施CPR急救 但驾驶头颅变形 伤势太过严重 送医后还是宣告不治 驾驶自责落泪 小货车断成两节车内杂物散落一地 地上斜急斑斑 看起来触目惊心 肇市轿车则是车头全毁 引擎盖还撞到掀起来 连车轮都撞断弹飞 不难想象撞击力道有多大 撞得蛮惨的 你看那台车弹这么远 这样应该有100多公尺吧 撞到弹然后弹了100多公尺 车速应该蛮快的 对应该是的 严重死亡车祸就发生在中头公路 下午5点多 25岁秋姓女驾驶 在路上与人尬掐 疑似车速过快 实控撞死前方70岁 小心驾驶酿成悲剧 然后我走过来看的时候 这小货车 那个驾驶全身那个都写 那可能就是没有意思了 车祸发生后 车流严重回堵 又碰上上下班时间 中头公路大塞车 但明明速限只有70公里 车还开那么快 意外撞死人 让家属怎么能接受 记者曾伟祥 连元兵 徐优祥南投参与报导